习近平重新解读九二共识 首度公开抛出一国两制议题 尽管用的是保守的探索 外界也分析习近平已经开始酝酿 要在自己任内解决台湾问题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 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强调武力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习近平选在这实际表态 很有可能和中国经济下行有关联 今年GDP的增速到目前为止 百分之1.67 另外一种策算是负的 外媒也推测中国经济外强中干 加上中美贸易战影响 其抛出对台新政策 正好可以转移焦点凝聚国内民心 我们不仅愿意以最大的包容和耐心 加以化解和疏导 相较十年前 胡六点延续邓小平精神 走的是温和路线 如今习五点取代 1995年的江八点 共通点都是软硬兼施 从毛泽东开始一直到习近平时代 台湾这个难解的问题 是否随着香港 欧盟回归各自超越20年后 成为中国下一个周年新目标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